K7出生的王佳爾和艾德的宋宇琦 22日惊傳戀愛中 有中國狗在拍到影片 宋宇琦回到北京的酒店 就被助理悄悄的送上車離開 中國車子一路駛向王佳爾家的社區 兩人疑似共度一夜後 葛珍一嫂王佳爾御用司機 去酒店接宋宇琦助理 再一起去王佳爾家接走宋宇琦 沒開始宋宇琦手上還拿著三朵玫瑰花 因此該媒體認為他們正在戀愛ING 兩人的名字也因此登上熱搜 許多熱心網友開始尋找蛛絲馬跡 有人挖出在去年聲線劈腿粉絲爭議的Lukas 當時其中一篇爆料文 就是他的其中一位女友為了氣他 曾經說到會去追另外一個香港男藝人 Lukas便回應 沒關係他女朋友是我朋友 我們之前錄節目還一起去裁爾 朋友們對此猜測值的就是王佳爾和宋宇琦 不過因為並沒有拍到 兩人親密接觸的實錘畫面 不分網友也是半信半疑的狀態 還有粉絲挖出時間線 為偶像澄清緋聞 而雙方經紀公司則並未回應此事